你會不會覺得上手銬太誇張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昨天遭到 積壓禁見 委任律師鄭聲援 表情凝重 一早抵達臺北地檢署 柯文哲能否保有自由聲 今天殭屍關鍵 但得先面對嚴峻考驗 柯文哲遭到聲壓之後 原定要和彭鎮聲在今天先開 積壓庭 不過在開庭之前 檢方申請限制月券 也就是說上午的時候 要等院方開完限月庭 才能後續審理 法官上午十點半同意限月 檢察官提出限制卷宗閱覽方式 只能讓律師當場記筆記 但禁止抄錄 而月券範圍 以及時間並無限制 也就是律師團只能靠記憶和筆記 擬定辯護策略 檢方揍手還擊考驗鄭聲援 但他昨天才滿腹苦水 檢察官訓問的問題 都是關於木可公司 跟政治獻金的問題 也就是說檢察官是問A案 但是用B案進行逮捕 初期遭申請提審 產遭法官駁回鄭聲援 連公開表達不滿 今天抵達北檢後 更私下透露 值班法官朱嘉義 在提審庭上 幾乎力挺檢方 甚至直言很過分 他也表示北檢踩車輪戰方式 詢問自己則是孤軍奮戰 破文感慨孤身對抗群體 果然艱難 不過今天將裁定柯文哲 交保或羈押的法官 仍是由北院劉德華 支撐的朱嘉義 柯文哲已經在北檢呆 超過二十四小時 不僅在偵察廳前遭到上銬 又在候審室過了一夜 根據瞭解他的身體相當疲憊 晚餐也只吃了 檢方準備的麵包和鋁箔包飲料 恐怕已經精疲力竭 基家庭預計將在午後進行 柯文哲能否走出地檢 就看簡綠雙方最終對決 3D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弊案 移送北檢附訊後遭到生押 檢察官近在開機押亭前 向法院申請獻月 礙於偵察不公開原則 如果被告被生押 委任律師就有權利閱卷 確認相關事證後在庭上辯護 接回檢察官出招 限制柯文哲律師怨卷方式 只能靠記憶和筆記 對辯護人而言是超大考驗 法官可能是認為說 如果被告的辯護人 把資料帶走的話 就有可能會跟外面的相關人士 來做一些討論 以律師來講 他要在短時間內 要看完所有的卷證 而且他沒有辦法來做影印的動作的話 其實會增加這個辯護人 在法庭辯護的難度的 但看看過去新竹市長高侯安 涉嫌駕領助理費 從偵查到一審宣判 都沒有被限制閱卷 這文餐涉攤 檢方也沒有要求 差別是否在證據完整度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招前男友林秉書施暴 卻有申請限月 就是檢察官避免被告有機會 所有其他證人採取的策略 而這一次金華城案 檢方會申請限月 除了增加辯護難度 也可能因為案件還沒燒完 那這個便當會裡面呢 其實黃珊珊副市長也在場 所以可能有可能後續是擔心 這個案子會洩漏出去 為了保住關鍵底牌 簡便雙方上演攻防戰 後續如何發展 外界都在 等著看 三內新聞正常的顧問 松陽姓許蝦雲 S小組臺北廁報道 柯文哲妻子陳貝琪 30號遭檢調約談 訓後請回 隔一天柯文哲就被深壓 深壓關鍵原因 靜週刊獨家報導 因為柯文哲有七百萬現金流 涉及財產雷源不明 專案小組發現 陳貝琪曾多次拿大筆現金 到ATMT款機存款 金額達上百萬元 陳貝琪強調 這些錢都是丈夫柯文哲給的 但柯文哲被問時 竟交代不出錢 從哪來毀塵不知道 加上簡連認為 和金華城有對價關係 且時間跟金華城便當會吻合 若真如簡連所說 時間點這麼巧 柯文哲恐面臨更重刑責 檢方認為 可能有一些對價關係 取得了一些收受賄賂的匯款 最後導致做了違背職務 而給予了廠商這些特殊的優惠 依照我們貪污之罪條例 這個第四條的規定 是可以處到十年以上 或甚至到無期徒刑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犯罪 一般民眾拿到金融卡 在ATM來存款 如果是存入別人帳戶的話 一天最高上前就是三萬塊 不過拿著金融卡 存到自己的帳戶 像是富邦或者是中信 就沒有金額上限 第一時間民眾黨利運黨團主任 陳志涵稱 這筆一百七十萬元 是陳佩琪母親去世 留下帳戶的餘額 其二零一九年 柯文哲選舉補助款 共計一百萬元 二零二三年 陳佩琪把柯文哲的演講費 稿費等款項 大約六十到七十萬元 陳佩琪止不住淚水 大聲喊冤 所有金錢財產一切合法合規 但畢竟全案涉及金華城 改建圖利上百億元 柯文哲夫婦金流來源 至今始終無法說服減聯 韓劍動怒氣到錘玻璃 民眾黨秘書長周宇修 被問到柯文哲 傳有七百萬不明金流 是這個反應 拍了拍記者的手 民眾黨立委張祺凱 情緒也有點激動 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 跟召開記者會力挺柯文哲 批剪掉泄漏偵查內容 拿金華城案辦政治獻金案 用金華城當作幌子 申請到搜索票 然後開始再問逼案 各式各樣的辦法 企圖要邏制 柯文哲主席入罪 摧毀柯文哲清廉的形象 要人民如何相信 這不是政治最少 陳佩琪醫師他告訴我們說 他在檢方在做調查的時候 他都已經如實的 逐筆的把他的這些的財產資料 包含從他的父親往生 到他的母親繼承 到這些錢如何運用 都已經告知了檢方 可是檢方不予財信 周刊報導 民眾黨向北檢出面說明 還速度槓上媒體 應該要去問那個消息 放消息的消息來源 是不是真實性 而不是問被放消息的 被造謠的人 這個受害者 事情可是他們說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回答你呢 連線前才槓上黃珊珊 陳志涵的前立委陳婉慧 也出席聲援 嗆執政黨嗆到哽咽 你不是最重視程序正義嗎 小草還發起國際連署 標題寫著 臺灣911全力支持 柯文哲捍衛清白 說達標 美國政府就要出來回應 柯文哲遭報有不明金流 民眾黨上到下全力相挺 就看民眾相不相信 參選國孫時選 臺北採訪報導 300名警力 守衛北檢門口架起層層 路障巨碼 因為民眾黨支持者 機會超過兩天 一早跳健身操食 還一度爆發衝突 有可可以路過和小草互相叫囂 立刻被警方拉開驅離 不過依照集會遊行法第26條 北檢就在臺北地方法院旁邊 屬於法定集會遊行禁止區 中正一分局上午十點 第一次舉牌警告 因為群眾集會未經許可 要求小草立刻解散 在所有的地方法院 或者遞檢施法單位前 是不得及聚的 我在這邊呼籲 臺北市長蔣萬安 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柔性的要求這些人離開 臺北市民苗博亞也發文直言 現在是蔣萬安放水 若北市警局依法執行 結果不得了 小草會有刑責 跟嘲諷寫道先前警政署 沒把323流血鎮壓 守謀防仰寧放回北市 是變相保護了這些 深白色洗腦受害者 勸導他們離開 離開這個局會現場 現在後續還會陸續 增加相關的警力 最高會到達大概三百 三百三十零警力左右 擔憂小草聚集人數越來越多 北市警也彈性加派人力 以異防衝突發生 三水往前後 草莉小組臺北特朗 高屁齊盤 大屁加油 北檢前聚集高喊口號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聲壓 硬爆小草門怒火 號召1號上午10點北檢見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率隊致議 我們希望 在整個司法的選舉上面 能夠能夠很多的對付期 一個最基本的奉盜 黨內政治民心一輪班出席 主張司法不公 程序不正義 支持者們情緒激動 舉起白底黑字手板 在艷陽下歌空喊給 柯文哲聽 如果真的貪污 我們真的 我們也認了 我們也服了 但是如果沒有 我希望政府 要能夠拿出 讓人家幸福的 對的由跟證據出來 應該不會走上 就貪污這路 他家庭很簡樸 他也不願意跟 什麼 能來來玩玩的 民眾黨從上到下定調政治迫害 盛民黨議員 苗博雅忍不住發文 黃國昌立委採取的策略 會提高阿伯被羈押的機率 而前一天應變小組 包牌聲明稿第三點說 搜索民眾黨中央黨部 究竟有何具體施政 接著第四點又說 呼籲司法應遵從 偵查不公開原則 包牌打出司法迫害牌 越這樣應變 阿伯離土城越境 不要在政治操作 還有交保可能 話點到為止 小草不斷的出來 外面聲援他 給予這個 司法單位一個壓力 自己作業自己擔 而不是呢 製造對立 製造社會動盪不安 從政治獻金到控制任內 爆出新五大弊案 呈檢調追查重點 但支持者們 北檢前齊聚 想以人群證數施加壓力 恐怕這樣的做法 對柯主席很不利 三順田一響 外面聲 SV小組 台報道 而申憲金華城案 從三十號遭檢聯約談調查 到被申請積壓 民眾黨前前後後 至少發了八次聲明 力挺柯文哲捍未清白 更質疑司法公正性 但看看鄭文燦案時 柯文哲是怎麼說的 過去傳聞很多啦 但是這種事情既然 檢方已經介入了 就等調查結果 鄭文燦涉灘時說 等候檢方調查 但現在柯文哲被約談 白鷹卻在北檢外申員 當時鄭文燦被收押之後 有人跑去包圍桃園地檢署嗎 大家都是尊重司法調查 誤網誤縱 不是你們口中所說 阿伯就是清白 他就沒有問題好嗎 請小草和台灣民眾黨 尊重司法的調查 日本媒體人石板明夫 也發文說 進到司法程序後 柯文哲是否真的犯罪 還有許多澄清的機會 民眾黨卻急於在第一時間 將整個黨和柯文哲 個人綁在一起 自己人被收押時 就暴跳如雷批評司法不公 別的政黨幹部被收押時 就先做有罪推論 如此雙重標準的政黨 世界罕見 而柯文哲兩任市長任期 除了金華城市北科案 像是台治光正義 時間點可追溯至2017年 甚至比民眾黨成立時間 二零一九年還要早 黨內沒有人敢出來講真心話 只是為了這個政治生命 立定為生命的延續 不得了 只好 就是繼續的來立挺 這個柯文哲 所以這個就有非常地殊標之外 也缺乏說實話的勇氣 柯文哲二零一四年踏入政壇 十年從政路 如今身陷最大危機 一手帶大的民眾黨 全力相挺 雙重標準也引發討論